你们投了400个币 我做了40个活车 我兑现了 我兑现了 我们的这个活车 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吗 上一条视频我说大家点赞 多少我们就去探店怎样 然后投币多少我们就去怎样 我后来觉得 还是好好减肥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步比较重要 所以我把你们的400多个硬币 截止到我去健身房的时候 把它兑换成了40个伏合撑 因为伏合撑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难 在我不是很胖的时候 我都很难做 我的上肢力量不好 而且现在我的肚子很大 你看我现在做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就已经很极限了 为什么因为我的肚子太大了 而且体重太重 所以我能 你看这个表情 我的天 那真的是拼了老命的表情 你看见没有 我在怀疑人生 我现在真的在怀疑人生 我当时你看 真的我在家里透过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 我当时就绝望 你看 我的眼神在想什么 这个胖子在想什么 我怎么 换了东西 是不是因为我肚子太大了 换一个更高的 或者是怎样 也不行 再来 嘿 好 嘿 好 嘿 好 好 这是三倍速度 你看又不行了 我做了20个 我对着镜头比了个20 就是告诉大家 我做了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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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跟我点了多少个 逃了多少个米 400多米 我现在还没到这个水平 40个佛伸 我做了20个 还是20个 我得要再来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上头吗 其实我真的已经很极限了 我的腰 还有胳膊 还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能支持我 在我后面做 但是我想的件事 我说了你们投币也好 点赞也好 我要去做点什么 我就觉得要去做点什么 因为我不可能做400个佛伸 这确实我做不到 我平时能做15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我不是很胖的时候 所以这40个对我来说真的很难 你看 我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趴下 真的 在健身房很丢人的 虽然这个时候已经10点了 真的很丢人 你看 一二 我这只穿了一个 真的 我躺下去我真的觉得很丢人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已经丢人丢了这么久了 不能再丢下去了 因为你们每一条留言我都看得在 我又 真的真的 看到没有 一次一次的失败 我也在告诉我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要去挑战 我当时做这个时候 我知道后面有人 我不知道是谁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说到做到 我可以剪不下来 但是我说到了 我就要去尝试 我一定要突破自己 你只有突破了自己才可以 所以我这个时候真的很绝望了 如果健身教练看我这里还以为我整个人出了什么事 真的 好了 我不结束了 让你们看看后面我的绝望 小伙伴们 请注意刚才我那个眼神 我跟你说 每次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搞不定 我觉得我做不了的时候 我一旦出现这个眼神 我是拼死 我也会把它做成的 我以前的专身本 以前买房子 干什么 干什么 我这个时候比了一个二十 还有两个的意思 很多人生的那些我曾经认为很难过的山 好 我要做了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不行了 我那时候很多 还有一个 对对对 有时候很多的山我想去翻过去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难 但是当你翻过去的时候 你再回头看一看 你就会觉得 没什么 突破自己 其实我能长这么胖 也是突破了自己 我又拍了在地 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不仅要做四十个 我还要做十一个 我当时心里就这样想 好 他来了 来了来了 加油 我助攻错了 加油 以上的声音量 都不应该 oh 哦哦哦哦 我对一下